超大客廳區 然後這裡是開放式廚房 而且整個色系是很溫馨的 這種木頭色系 而且這邊又太好了吧 你是不是跨年根本就不用出門 這邊一匹多少 將近XX 你現在來說 因為後面開箱XXX 喔 從25 25歲開始工作嘛 我38歲 39歲才買房子耶 才存到這間房子的頭期款 對 今天的主播到你家 我來到了一位 哇 非常有少女心的好宅主人家 因為你看她的電梯門口 據說這是她自己貼的 貼了一個超可愛的達飛熊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 可以這麼可愛呢 我們來給她敲敲門 哈囉 菁菁醫師你好 你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君宇醫師 通常呢 我們到人家家裡拜訪 電梯就是蠻正常的電梯 但為什麼你可以把電梯 貼上這麼可愛的圖案呢 我小時候小孩看到都很開心 欸 但這邊不會遇到其他住物 不會不會 就是 就我們家 好 一層一戶 通常人家的玄關都是入門以後有沒有 然後她是電梯出來就是她的玄關了 對 當初喜歡這一戶也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 就是喜歡自己有一個空間 然後就是不要跟人家共用 喵一下 就是同一個風格啊 而且我還有這兩雙是 有朋友會說不是一樣嗎 和她高度不一樣 看一下 高度不一樣 對 就是這一雙比較高 它應該是七公分 所以平常要通勤的話要穿這個 對 哇 一進來 菁菁醫師的家覺得 視線超遼闊的 你可以看這邊就是超大客廳區 然後呢 這裡是開放式廚房 而且整個色系呢 是很溫馨的這種 木頭色系 當初怎麼會 想要買在這裡 我喜歡那個光復南路260像 因為它就是餐廳很多 然後再加上我之前訓練的那個 國泰院在這附近 然後我就是從很小的時候 就是大概 出源於十二十五六歲就一直看 只是以 坪數大為主呢 還是有什麼取向 採光 我不知道原來那麼亮 住進來那麼熱 因為你知道我們剛剛 要開的時候想說 好 那我們要請菁菁醫師 把電燈都打開 結果開完以後我就想說 開了嗎 因為原本就是這麼亮 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需要開燈 就這麼亮 而且這邊又太好了吧 你是不是跨年 根本就不用出門 跨年我會邀請一些 朋友來我家 大家如果有想來可以一起啊 三 二 一 新年快樂 四年前了 2020 二零年的時候買這裡 對 那那時候貴嗎 這邊一匹多少 將近一百 以現在來說 因為後面開將近兩百 所以後面在都根的 開將近兩百 那妳怎麼樣去做 妳的收納呢 收納我就是 買了滿多櫃子 然後盡量把雜物都放在櫃子裡 這邊是我的包包 然後有些包包都是譬如說 我會給自己一個 那個鼓勵 就是如果譬如說手術做滿一百台 我就可以買一個什麼這樣 我是這樣 那多久可以累積一百台 大概一兩年 一兩年買一個包 真的不太為過耶 我們看完了 娟君醫師的收藏 然後我來問一下 請問這個是 你們家的大型裝飾品嗎 有一架鋼琴耶 我小時候就是學音樂 主修鋼琴 所以在家裡 我還是想要放一個 就是可以 彈鋼琴比較放鬆 有一種瞬間來到 Piano Bar的感覺 對 喝一杯 而且我剛剛看妳彈琴 我才發現 妳居然連 你看 連光臉指甲都是兔子 因為最近復活節 就是兔子的節日來了 所以就是妳最喜歡的兔子 來看本尊在這裡 他叫什麼名字 Orange 很活潑耶 很少看到兔子這麼活潑 然後這麼黏主人 那是他小時候的樣子 對 好可愛 這是誰畫的 這是我畫的 所以妳真的太多才多業了 妳會彈鋼琴 然後又會畫油畫 你看他 他在撒嬌耶 這樣是在撒嬌的意思 對 我怎麼覺得兔子跟狗 有一點像 就是 有一點韓 當狗覺得很自在 很舒服的時候 牠就是會 躺著 肚子朝天 對 兔子也會 跟小孩玩玩具 真的喔 對 怎麼玩 他大概三歲的智商 就是小孩在玩什麼 牠就會在旁邊看 然後有時候會去推 牠們在玩的車子 所以娟娟醫師 我發現妳應該是 滿寵小孩的喔 因為家裡居然有一台 電動機器 給小朋友騎的對不對 對 這是聖誕節的禮物 我自己組 自己組的喔 對 自己組 所以平常小朋友 會在家裡騎著這個車 巡迴演出嗎 對 然後他後面有說 會載妹妹 哥哥載妹妹 或是哥哥載玩偶 很棒 就是家裡的空間 要夠大才可以這樣 所以妳當初買的時候 這裡的空間 是沒有另外在做 打掉或什麼 對 都沒有打掉 然後就是故意留一個空間 想說小還小就都讓他們在這邊玩 人家說進門的45度角是柴位 所以刻意擺在這裡 是要讓魚身柴嗎 真的 我可能有 不打勿狀耶 對 牠本來只有兩隻 然後會養在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圓狐裡 然後牠就一直 升 一直升 一直升 兩缸 同事就是會想要來我家做一下 想說會不會就容易受孕 真的嗎 那我是不是要離這裡遠一點 不能再升了 所以妳可以看到這個 這麼大間的廚房 這個是什麼 這個算是中島嗎 超大中島 很棒 然後下面就放小朋友的 書 玩具 就是他們高度都可以自己拿 就可以自己收納這樣 很幸福耶 接下來看到這一間 很明顯就是小朋友的房間啊 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沒有立起來的床 都睡這邊 這邊怎麼睡 就我睡這個 然後小朋友睡床 所以妳平常睡在這個地墊上 對 不會太硬嗎 我睡習慣 而且我覺得我背應該要 就是臉下讓牠直一點 來看看平常 GG醫師都穿什麼樣風格的衣服 就是比較多套裝 就是上半的需求 對 可是上半不是都套白袍嗎 還是幹妳診所不用 要嗎 而且我其實是換醫師服了 就換那個手術衣 所以我有時候 都很邋遢的去診所 所以妳看診的時候 其實妳根本不用想 妳今天要穿什麼 對 平常 是醫學會就是演講 有一些套裝 外套 然後下半身我喜歡寬褲 就是這種 就是看起來 比較俐落一點 對 俐落的 而且我發現妳的 私下的衣服 色系很少耶 對啊 妳就是白色啊 黑色 藍色 對 黑白色系 對 然後條紋 對 而且妳是不是會照顏色色系 去擺放衣服 這上次整理師冒犯妳 妳有請整理師來是不是 上次有 你存幾年才存到這個頭期款 我二十五 二十五歲開始工作嘛 我三十八歲 三十九歲才買房子耶 才存到這間房子的頭期款 對 所以這是妳買的第一間房嗎 對 因為我自己 我會覺得在努力的過程中 還滿開心的 就不是說 只是買到這個房子開心 而是整個過程 然後走到這一步的開心 如果說再存到一筆之徑的話 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規劃呢 應該就是真的還是買房子耶 我覺得買房子很滿 保值 滿保值 然後又覺得很 很穩定的感覺 會想要買重畫區耶 因為有時候去看一些重畫區 它的一些路啊都好方整 然後又有公園綠地都很 搭配得很好 可是重畫區通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機能會要慢慢的上去 這樣子妳OK嗎 畢竟妳現在住的位置 太方便了 今天謝謝菌菌醫師 帶我們參觀她的家 真的很漂亮 採光超棒 然後採訪的從頭到尾啊 妳看 Orange就是一直在這邊 對 它真的很親人耶 看得我都想養一隻兔子了 謝謝菌菌醫師 謝謝